Hello,大家好,我是Carol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人死后我们会到哪里去 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我们讲的比较少讲 人死后,我们都是在讲今生 但是,事实上圣经上面有告诉我们 人死后要到哪里去 那为什么耶稣他们有告诉我们呢?非常详细呢? 因为在约翰福音3章12节 那个耶稣对他的门徒说 他说,我跟你们讲地上的事,你们都不相信了 那我跟你们讲天上的事,你怎么又能相信呢? 所以耶稣没有花很多的时间在跟门徒分享 关于人死后的事情 那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人死后到底会去哪里? 这是根据圣经的 我们人死后呢,我们一般我们都是知道 基督徒我们都说,耶稣会再来接我们 事实上是,因为耶稣在 那个四本福音书他都有说过 他都有跟门徒说过,他必然还会再回来接我们 那问题是,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跟大家分享 我们今天 人死后,我们有四个去处 我们有四个去处 一定要记得,我们有四个去处 第一个就是天堂 天堂呢 就是那些得荣耀的地方 在启示录上面也有说 就是天堂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那个 乐园 乐园的话就是 伊甸园 就是 那个 亚当和夏娃不是犯罪吗? 然后之后就被 逐出 伊甸园 那个地方 那地方就是乐园 那地方呢 他现在是由基督国把守着 所以我们找不到 我们找不到 地方 所以呢 耶稣说的呢 说我 他会再回来接我们 接我们这些基督徒 就是接这两种人 就是说 去这两个地方的人 耶稣肯定会来接我们 但是 还有两个地方 是 耶稣不会来接 就是还有一种人 是耶稣不会去接他的 那这种人呢 他是去了 别的地方 什么地方呢? 第一个就是阴间 阴间就是 阴间就是 不是火狐 阴间跟火狐是不一样的 火狐 第四个就是火狐 火狐的话就是 那个 亚伯拉罕跟拉撒路不是在那边看到那个 紫袍的妇人吗? 那紫袍的妇人不是跟亚伯拉罕说 我主啊 你可不可以叫拉撒路去跟那个 跟他弟兄说 这边很痛苦 家伙的弟兄 千万不要来这里 那就是火狐 火狐是最最最糟糕的地方 然后阴间就是 阴间是 居于 就是热园跟火狐中间 阴间是一个幼岸的地方 那阴间 我就不知道阴间他们有没有 有没有就是说 因为有很多的宗教他们相信轮回 他们相信轮回说 那我现在不知道就是 因为 我们都相信有幕后审判 我们相信还会有再次的审判 但是我必须要跟大家讲 审判的对象不是我们 如果你被耶稣接走的那些人呢 你就没有幕后的审判 幕后的审判是针对阴间这些人 那阴间这些人呢 他们 他们可能就是在这边等待 等待他审判 然后审判就像有很多的很多的宗教在讲轮回 那你其实你想想看你轮回是不是也要经过一个审判 才能有轮回 如果没有审判怎么可能有轮回呢 所以 阴间的这群人 就是耶稣不会来接他们 是绝对阴间跟火狐是绝对不会去接的 然后 我们要知道就是 天堂 天堂是得荣耀的人 就得奖赏的人 就是像那个 保罗啊 然后老约翰他不是上到 他有看见 那些长老啊 还有殉道者 那就是天堂 那天堂是最高层的 那天堂可以到乐园 可是乐园的人不能上到天堂 就是 但是 在乐园这边的人呢 他们全部是会由耶稣来接走 就是耶稣接走 那阴间的这群人呢 他们 没有像那个紫袍的妇人那么坏 所以呢 他们 因为你一下的火狐就永远都出不来了 就是在里面被烧 被烧 一直被烧 就 永远都是出不来的了 所以 他们没有那么坏 所以呢 他们就是在阴间等待 等待一个幕后的审判 这就是阴间 所以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说 我们要知道 我们今生所做的 我们现在所做的 那我们 才知道我们将来会受到什么 所以这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要定 我们要知道 我们今天要做到 至少你要进乐园 你要进乐园就是不能作恶 那如果你在阴间的话 你就只能等审判 然后审判的话 你还不知道有没有机会 这非常重要 因为 有些人呢 他的 他的恶不是很恶 可是像 子庞的妇人是因为他很恶了 所以他就直接下到火狐去了 所以这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 我们要知道这些 未来 未来我们 如果我们现在怎么做 我们未来会受到什么 那我们就可以更明白了 那我们今生我们要怎么做 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分享 我们四个去处的目的 就是要告诉大家 呃 这个真的是真真实实的 我们有灵魂 我们每个人知道我们有灵魂 那我们肉体 当我们肉体消失的时候 我们灵魂还是在的 我们灵魂是 呃 永远不死的 所以 那你要知道 如果我们肉体消失的时候 我们灵魂还在的时候 我们灵魂会去哪里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 不是只有今生 而是我们的永生是更重要 我们永生会活得更长 比这个肉体还要长很久 所以 我们今生要怎么做 就在于我们自己 上帝祝福你哦